假期孩子们在外面吃了热气东西有点多 今天搞了一块老鸭配上五指茅头 给他们包一款两汤支援一下 这里还准备了有百合麦东过一小宝 几片的淮山两个蜜爪 还有一块土芙苓 我们先把这个药材稍微给它洗一下 洗掉沙子 这块是新鲜的土芙苓 大家用干货也是一样的 淮山给它掰着 五指茅头我们要用个刷子给它刷洗干净 把那些泥沙要给它去除掉 要不然包出来一锅汤带有泥味 洗净了五指茅头我们给它剁一下 多种小段 五指茅头有一股椰香味 不论是煲汤还是做菜 做出来都是非常香 剁好给它直接放到汤锅中 这个土芙苓也要给它砍一下 现在的天气湿气还是有点重的 加一点茯苓也不错 好 再把其他的药材加进去 倒入足量的清水 盖上勾盖 我们先把汤给包上 接着我会再来处理老鸭 先把它给洗一下 煲汤的鸭子 我们要挑起来老一些的 它就开了 这个肉色都是不同的 处理干净的鸭肉 给它剁成小块 砍好再把它拿去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 再加点葱姜料酒精去去腥 水开给它煮上三分钟 烧至水开后 我们把表面这些浮沫给它打一打 好 时间差不多了 把它捞出来 然后再用温水把它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浮沫给它冲掉 洗净的鸭肉 我们给它加入汤锅中 另外再来上两分姜 才包了一下 这个五指茅头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 好 我们把锅盖盖上 大火烧干后 转小火给它煲一个小时就够了 好了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非常的香啊 最后我们只需要给它调适量的盐 就可以关火了 这锅五指茅头 烤鸭汤就包好了 椰香四溢 滋味又好喝 爱喝汤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吧